好 现在要行虎年的加州迪士尼冒险乐园举行的农历新年庆典活动 已经拉开了文幕从1月21号到2月13号 这场现实举办的活动在约中向中国越南韩国文化致敬 而散发着迪士尼的神奇魅力 请看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农历新年是为了庆祝太阳和月亮的天体之旅 进入新一年的运行 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 宾客可以与家人和朋友团聚 彼此祝愿来年健康 好运和兴旺 留下美好的回忆 此次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农历新年庆典的亮点 包括花木兰的农历新年游行 全新的花车在虎年跳跳虎 加入这个充满活力的节日游行 以欢庆和家团圆和美好中国传统风俗 今年的游行还引入了 载着花木兰和木须的华丽新花车 伴随着演绎喜庆乐曲的中国传统鼓手 花车以红色和金色装饰 象征着吉祥和幸福 在天堂花园凉亭 宾客还可以看到跳跳虎 花木兰和木须 米奇和米尼以及三只小猪 它们都穿着节日盛装 用心打造的农历新年市场 提供一系列诱人的亚洲风味菜肴 宾客将会品尝到常备的新头爱 例如叉烧包 香辣猪肉丹丹面 以及狮子头肉丸等等 同时 民众还可以购买限量供应的 奴隶新年商品 包括有着虎年元素设计的T恤和杯子 在天堂花园演奏台 每天都会有现场的表演 其中有迷人的传统乐器演奏 以及中国 韩国和越南的民间舞者的表演 同时 迪士尼也希望您在幸运祝福墙上 写下虎年的希望 健康和幸福的特别留言 活动举办期间 民众还可以现场感受中国书法的魅力 更多详情请登陆迪士尼官方网站 中天中望 采访报道